這個裝置是我們用的麵包板去連結一個光明店主 有時候這些連接的線 如果要做的功能比較多 要接的東西比較多的時候 這邊的線就會很多很多 有時候鬆脫什麼樣子問題還蠻多的 所以就有人做了這樣子的東西叫擴充板 那這是其中一種擴充板 就是YWROBET的擴充板 那這個擴充板呢 就是等於是他把很多的東西都已經內建放在裡面 所以就不用接那麼多線 像剛剛的光明店主他就接在這邊 他是在A1A1的地方 那A0他接的什麼 就是接這個 這個是一個可變電阻 就是一個旋鈕我們叫VR 那A2就接了這個 注入齒列 就是這上面接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用這個板子來做一些接下來的示例 因為這樣子接線會比較方便一些 好 那麼剛剛的那個A0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好剛剛那個A0的部分 那剛剛前一個我們用面貌板接的是光明店主 那他現在已經把它換成這個可變電阻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先旋轉他 所以他是不是就會依據我的旋轉的數值 旋轉的位置給我對應的數值 最大就會到這個1023對不對 好小 就到0這樣子 OK好 那我如果要偵測不同的東西 就只要把這個程式改成 好 只要把這個程式的那個PIN 好 改成好 例如說改成1 再上傳 那現在測到了就 不是這個旋鈕的那個位置囉 好 現在測到的就是這個光明店主 測到的那個亮度 我現在把燈再打開 OK 數值就變高了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把它遮住 數值就變低了 好 那如果換成 A2呢 變成2 那這個 這個不是 不是光 是另外一個東西 我就改了一下 它是溫度 它是溫度 那我這邊 就都一併修改 用自己熟悉的那個字 其實會比較好 好 那把它改成溫度 再上傳 它現在測到的就是一個溫度的數值 欸不對啊 哪有47度這麼高 因為它一樣 它是一個相對數值 我用手去 加熱 好的 溫度會 上升的 只不過它現在 給的數值 是一個相對值 不是那個真正的溫度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再講 下一個 下一個教學 就是怎麼樣把 這個測到的數字 轉成 我們真正要的那個溫度 叫做線性轉換